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宁观 讲到健康 这个米其林BB 推荐了各式各样 台湾的夜市小吃 几乎都是观众朋友 从小吃到大 甚至吃到老的 可是台湾尽管夜市小吃 非常美味 但是有些时候 真的相对上比较不健康 待会这集健康好生活 就要来自己做健康版的 米其林小吃 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恩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急诊室的医生好朋友 田之学生 大家好 再来是妇产科的医生好朋友 宋碧玲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好朋友 邱文景医生 嗨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方老师 大家好 再来也是料理好朋友 温果志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刘医师 米其林推荐的夜市小吃 其实有很多都是 观众朋友从小吃到大 比方说论饼烧饼 天气一变凉就吃麻油鸡 很多人从小是趴卤肉饭鸡肉饭 长大的 各式各样的卤味 面点 或者是这一个 各种这一个葱抓饼挂包 都是很多小朋友跟老人 这个从小到大美食的记忆 不过事实上夜市小吃 确实在这个食品的安全 跟健康的管理上 比较需要小心注意 对 没错 我们讲说米其林餐怎么推荐 可是我们在国人饮食习惯来讲 习惯高油高糖 这种盐的这种的食品来讲 还在注意健康 我在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在饮食上 注意什么事情 我先想一个案例 那这案例刚好就在前三个月来找我 那这是一个在南部 夜市摆摊的一位老板娘 那他就专门卖咸酥鸡 那他大概卖咸酥鸡 卖了大概十多年 他是跟我讲说 因为他在 他平常 他说他自己会换油 那他有时候一晚上 他会卖到大概100到200组的客人 那生意好了 可以看到250组的客人 他觉得生意这样过得还不错 然后他会自己换油 那问题是因为他们自己常常做 所以他很习惯 他自己有时候都 每一餐都会多吃几块 这下来之后 他后来有一次 他说自己再回去洗澡 摸到这个乳房一个硬块 那他在因为夜市 他们接触很多的 这些所谓的按摩的 他就问他说 这是怎样 他说这可能是毒素 他就跟他做什么淋巴排毒 他们就来帮他做 他做了两三个礼拜 他觉得怎么还是大大的不消 后来去医院检查 医院才做乳房事 跟他讲 这不对 这是一个肿块 然后他们就做吸针穿刺 毕丽巴我跟他讲说 是一个乳癌 确定是乳癌 而且他们在乳房外科技 是帮他做检查 连腋下都有 整个做完手术之后 判定是乳癌第三期 那这个当然老板人说 他说他家族史都没有 他的阿姨妈妈那边 通通没有任何的乳癌 他说为什么会得到这东西 那我就跟他分析饮食 因为他自己做 盐酥鸡什么炸 什么天妇罗这类的 他生意很好 他自己尝一吃 那为什么讲说你说 那刘医师 那这样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刚好引用一个2016年 这个高庆文化大学 他们的工卫所做的研究 他们去比较 这个各种的环境 包括中式中餐的厨师 西式的素食餐厅的厨师 以及在做油炸的环境的厨师 他们的曝露的环境毒素比 很妙 就是说他们比较一个致癌物 叫多繁荒香青 还有一个叫做全类 就发现在 尤其在做这个盐酥鸡的 酥炸的这些东西 包括天妇罗 他的毒物比是一般的 14倍到16倍 换句话说他们可以推估 如果说经常处于这种 油炸环境的这些厨师来讲 他们曝露这些致癌物之高 推估未来可能罹患肺癌的机会增加 那他们也另外做个对比分析 确实他们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常做油炸环境的厨师 以及一般传统的中式 还有就是西式的厨师对比起来 发现确实常做油炸这些厨师 他们罹患肺癌的比例是两倍 另外一组两倍 所以这告诉我们就是说 其实我们长期处于这种油炸环境 吃是一回事 油淹出来之后多汗方香青 这个东西来讲 它其实到了我们身体来讲 包括肺部血管都是致癌的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这些 可能美食后面隐藏的危机 真的而且提示要提醒观众朋友 这一类小吃不但很美味 有些时候小吃摊位的生意 会一次做一大批放着卖 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都要小心 台湾一方面潮湿 一方面比方说夏天温度很高 这个小吃或美食放球的 可能真的会放坏 对 像有一次有十个人一起来急诊 其中有六个 他们是一家人 其中有六个一直狂吐拉 然后那个年纪大的话 有糖尿病又有三高的话 更是一直在倒汗这样 所以全部六个人 我们都把他抓起来 给他打上点钉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来问病史 然后就发现说 他们其实十个人是一家人 然后他们这一家人 今天晚上都是去夜市吃东西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六个在拉肚子 是从远从高雄来台北玩的 然后呢 这六个家人 他们其实平常是 都是自己吃的 就住在高雄的乡下 所以他们很少去接触外界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吓一跳了 原来台湾这么小的地方 也可以南北水土不服 对 那我们通常会有一个 很有名的专门名字 叫做旅行者腹泻 通常是指 比如说你去东南亚 你去哪里啊 其实是同样一家一支细菌 你已经习惯台湾的 但是你不习惯东南亚的 或是你不习惯欧洲的 对 同一支细菌 可以造成 所以有些人出国就拉肚子 是这样的症状 对 可是其实是一样的细菌 但是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国籍 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 我们那天也吓一跳了 因为台北 那四个台北带他们来的 台北的家人没事 但是六个高雄的家人有事 我就跟他们说 如果你到一个新的地方的话 还是尽量吃安全卫生的食物 虽然夜市美食很好吃 那我打个岔 所以他们十个人家人 四个是台北的 吃一样的东西 但是四个台北的 百毒不侵 没事 六个高雄突然上台北吃的 那上吐下泻 是 那怎么处理 当你发现上吐下泻的时候 急诊室的医生怎么处理 如果说他们已经很明显的脱水了 甚至开始发高烧落 我们通常都会帮他们打上点地 然后就在里面用一些药物 那因为这个时候 你的肠子已经不舒服了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让肠子再受累 所以就不要让它再吃东西 连水都先不要喝 那可是你已经脱水了嘛 所以我们就靠点滴 那点滴其实不是补充而已 点滴它会有一个循环的动力 会刺激你的肠道的循环 让你的肠道慢慢慢慢找回平衡 那如果说这些病人 他们咽出来的大便里面有细菌 有一些白血球过高的清醒的话 我们还要加上抗生素 那接下来我们阿峰老师就要来分享 健康又好吃的阿峰牌鸡肉饭 对 为什么 因为宝岛台湾是以米食为主 然后在夜市小吃里面 也可以吃到饭的中积 那我经典的我觉得就是肉肉饭 对 然后可是呢 我觉得鸡肉饭这几年呢 比较健康 对 因为它很健康 而且我要讲说台湾应该是除了广东人很会煮鸡肉之外 我觉得台湾人也很会煮鸡肉 对对对 所以可以把鸡肉就是算连那个 很大吃比较粗 那个节地比较粗的火鸡肉饭 或者是鸡胸肉 我们都可以煮成很好吃的这个鸡肉饭 那在家里面并不是太难 你可以准备好这个鸡胸肉 那我今天这个鸡胸肉准备的是防土鸡的 我不是准备肉鸡的 是你可以到那个就是 传统市场 对 传统市场买好一点的鸡肉 然后呢 放一点点的少许的盐 对 稍微要烹调之前腌一下 一点点的盐 少许的这个胡椒粉 好 就这样子 盐跟胡椒把它这个腌一下 对 就是在家里面你就是把它抹一抹 然后呢 这样腌了之后 你大概放个十分钟 就是让它那个微微的一点点的盐分 可以先进去到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加水 所以要先蒸这个鸡胸肉 对 就是你可以看到 平常我们用鸡胸你可能就干蒸 对 可是我今天因为要做鸡肉饭 我就把它在这里面用这个 让它入味 汤水没过它 就是对它是一种保护 它才不会老掉 不会裁掉 那你当然你也可以 就是买鸡的时候 你可以跟店家要一点鸡油 也可以 或者是那个鸡胸肉旁边的油脂 你就先不要拿掉 就一起去蒸 然后蒸好之后 你就会得到一块蒸熟的鸡胸肉 鸡胸肉你可以放凉了之后 再拿来剥成鸡丝 然后你会得到有一碗的这个鸡汤 那这个鸡汤 我们就可以拿来做很多的运用 最重要的是鸡肉饭要好吃 除了这个白白的这个鸡丝之外 它就是要有那个油葱的那个香味 那我们就用这个鸡油跟鸡汤来做 所以你会发现我现在把这个鸡汤上面 的鸡油拿来做 对 比较鸡油的部分 烹调料理 对 好 那现在把它放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你家里面 我们要煮那个鸡肉饭的那个鸩的汁 你就可以准备这个油葱酥 可以自己做 当然现场 我觉得买现成的其实也无可后费 因为用的量 大概就是半碗左右的一个分量 然后再让这个鸡油把它炒下 对 我现在用这个鸡油再加热 所以这就是一个鸡油葱酥啊 对 现在就变成鸡油 有一阵子外头很流行 很流行 很流行 它是面食梦 它大概就是鸡肉饭 那个东西很喜欢吃 所以一直考试的时候 讲话没有力气 觉得好 这个动作不是灵活 依照CG 它左边的大脑有点小触循 这个太大量的虾蟹的这个产品 同时喝了酒 它直接就跳到 过去休克的情况 这个真的很传统肉罩面的酱 对 可是它没有肉喔 对 它没有肉喔 就只有藉由我们煮鸡肉 它释放出来的这个鸡油 好 这个酱香也有 有了喔 然后再来淋饭就要有汁 所以汁最后才下 对 就用那个鸡汤 我现在理解了 你现在锅里头这个 就算淋一个 可以开摊了喔 对啊 就算淋一个烫青菜都会超好吃 对 然后我放一点点的鱼露 来取代这个传统的味精 是 然后再来 很重要的 我要等它沸腾了之后 我们再加一点点的米酒 来提香 那你看看我有饭 有鸡肉 我就可以开摊了 对 然后一般就会配一个 比较左口的这个腌的这个 脆口的开胃菜 我今天用的是月瓜 姜黄的这个月瓜 超好的 有人就是用一片黄色的萝卜片 这样子 好 然后这个鸡汤 我让它稍微煮一下 我等会来调味 然后利用这个时间 在这个我们说 台湾小吃很迷人 就是一个夜市逛下来 五花八门 那通常在这个烫饭 它就会有烫青菜 比如像我们烫青菜 你就可以淋我刚刚的油葱汁 可是在这种摊子最迷人 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园中炖汤 对 一听到园中就觉得很不得了 可是事实上在家里面 妈妈就习惯用锅子来煮汤 妈妈也可以在家自己变化 就是说基本上炖汤的概念 我们去夜市是这样一钟一钟 对不对 然后它就可以卖的价钱 稍微比我们在家里做汤贵一点 可是事实上妈妈在家可以变 你就是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像这个会有排骨 就是会有一个肉的材质 对 或者是鸡肉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鸡肉排骨 你都可以去选择 然后你就汆烫洗干净 你不要一天搞很多种 我试试完给大家讲说怎么去配 那你在家里面 妈妈你就可以把你们家的那个马克杯 通通找出来 你也可以这么做 也可以这样混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今天用的就原色的金针 配一点姜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用的这个 一个赤小腿 我放了鸟扣菇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用了一点 这个古早味的这个硬瓜片 然后比如说排骨 我就用的是萝卜 就很清澈的这一个 然后在这种摊子也很迷人 有的人不敢吃苦瓜 可是园中炖出来的汤 它有限的空间 你炖出来滋味就很好 排骨在底下 放了苦瓜两个姜片 然后三蒸配海味 然后妈妈你就其实 只要你今天选好了 然后你就 因为它这个等于料 跟汤水的比例 料就比较高 对 就是它的一个空间 所以它的汤水炖完 就会比较浓郁比较好 对 就会觉得滋味特别好喝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就倒了滚水 用的是热开水 进去要滚水 对 我们还是用滚水 这样是确保它完全是 一个沸腾的一个状态 好 然后就这样子 你家里面有电锅 就炖了 你就放了隔水蒸炖 对不对 就有炖锅 然后你也可以 今天是电锅里面 把一家人四五中的 就合成一个 找一个大一点的池碗 也是圆中 就是到时候拿出来 你就觉得它在有限的空间 炖出来的圆汤 那今天你可以做很多种变化 对 然后我今天现场 我们事先炖了 对 哇 厉害了 你可以看 仔细看它的 老板娘 各来一种 然后你可以仔细看 它的那个汤的质感 它就是显得特别的 净 很干净 很测 它是浓郁的 可是它又是干净的 对 然后不是那种大沸腾 煮下来揉揉的汤 所以你就会觉得 吃一碗很清爽的鸡肉饭 我在配一中 我自己选什么口味 那在家里面 妈妈你如果说 今天可以变这个 明天变这个 其实它就变化就很大了 然后你可以变萝卜排骨 你可以香菇鸡汤 对 就可以变很多 然后那个苦瓜排骨 或者金针排骨 或者这个金针鸡汤 反正百搭 对 就很百搭 对不对 所以有汤 我现在就可以来盛饭了 然后也刚好 这样子熬了一段时间 对 你现在慢慢的 宁关你应该有闻到那个 好香喔 整锅的那个香味 它应该就已经释放出来了 对 然后呢 可以试一点点你的味道 就是它还是要有咸味 因为它的那个酱油 只有一点点提香 然后放一点点的盐 然后少许的这个酒 好 那我的这个汤汁 基本上就大功告成 然后我们可以来添饭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阿方老师的重点就是食材 它一向都是标榜重要的食材 它的新鲜度 我这边就有一个 关于新鲜度的一个故事 我当初在医院里面的时候 的家户病房 那时候是家户病房组织医师 所以在家户病房的时候 常常需要接收到一些比较重症 但是他的病情十分复杂病人 那时候是一位大概55岁56岁的一位男性 他被送来的时候是完全的没有意识的状态 但是嘴里面念念有词 然后整个人是一个虚脱脱水 然后整个手指脚趾都是白的情况 因为到达急症的时候 他的所有的急救都是踩最严格的标准 意思代表是说 他已经没有意识了 直接插管了 然后所有的点滴全部打上去 是用最大量的在输水 去输体液 代表说他当下情况非常严重 可是奇怪的就是 完全找不到任何的病徵 包括连抽血检查 全部都是正常的 连验尿也都是正常的 代表说他自己是一个急性的问题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找家属 可是这个家属还没出现 旁边却有一位 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伯伯 却带了一个围裙 然后很焦急的站在旁边 我们就问他说 伯伯请问您是这位病人的 我不是啦 我只是送他来 因为他那时候正在我的摊子上吃东西 这就奇怪了 那他们是在吃什么呢 这时候一问才发现 原来这位倒下去的这位先生 他们那时候真的 一群人正在聚餐 然后吃吃突然这位先生就倒下去了 那时候他正酒汗而热之际 唱歌唱得很开心 这时候一问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啊 他吃得很清淡 他连我们的烧烤的肉都没有吃 但是他今天因为是虾蟹大放送 所以他吃了很多的虾子 然后大家就开了一点啤酒来喝 但是也没有喝很多啦 他抄了台湾国语很紧张地说 这时候就发现 他因为吃了太大量的虾蟹的这个产品 然后同时喝了酒 所以喝了酒之后发现说 一个急性的发作 就是一个直接跳到最严重 已经跳过所有的过敏的暂时性养疹 或是有一些喉咙肿胀 他直接就跳到过敏性休克的情形发生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食材的新鲜度 是很重要的 同时我们要小心在吃海鲜的时候 过敏这个情形是非常有趣的 以前没有发生过 不但以后不会发生 以前发生的情形 不代表以后会发生一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是在吃海鲜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要特别避免一些 共食的情形发生 比方说大家最常见的 如果我们去小吃摊 不是叫一杯啤酒 就是叫一大壶的乌龙茶 或是一大壶的柳橙汁 柳橙汁还不一定是新鲜原汁 可能是加了很多果糖那一种 所以我们在喝大量的饮品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酒类的食物 因为它同时是寒性的 又有很多尿酸的 可能会生尿酸的成分 所以这同时会造成一个 就是身体不舒服 你就不知道哪里不舒服 可能就是颤抖 或是产生一些关节 开始疼痛发炎的状况 然后这个也是要特别小心一种 就是我们常常会忽略了 果汁的这一块 果汁这一块 如果你在大量摄取的时候 甚至会造成极性生中毒 这个是我们比较少见 要特别小心 这是会有危机生命安全的 然后再来就是 针对水果的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水果本身里面 含有种叫柔酸 柔酸它本身会影响 我们蛋白质的吸收 虽然说你吃了很多的肉类进来 但是有可能会造 反而会造成我们肠胃道 不仅吸收的问题 反而会造成肠胃道不适 而造成一些上吐下泄 所以在外面夜市小吃的时候 不仅是一个急性的 前面讲到过 急性的细菌感染 甚至共食的食物之间 也会造成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讨论过敏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就是它的量会不会有问题 新鲜度 还有最重要的是 共食的一些产品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的话 都要特别小心 像这个饮食修正了 我为什么还又得到第二癌症 那我要讲一个重点是 因为它过去真正无肉不欢 吃很大量的肉 很少吃蔬菜 比如说你患第一个癌症之后 你开始纠正了 然后可是你有些其他地方细胞 你开始突变了 那问一下刘医师 外食另外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是 膳食纤维够不够 我们先看很多的大学生 因为住宿 住外面 可能家长也顾不到 这么大的一个人 对不对 他吃东西很随性 我们中部有一个案子是这样子 大概十多年印象很深刻 他是一个男大生 大概他进大学的时候 大概是七十公斤 到大四的时候可以吃到九十公斤 人家很厉害 他是面食控 他大概就是卤肉饭 那个东西很喜欢吃 可是问题是 他也在大四 他准备一直考试的时候 他就跟他同情是同情讲说 我好像讲话没有力气 就躺在床上 然后后来他同意以为他在休息 那跟他摇摇 怎么他觉得好 这个动作不是灵活 那大同意吓到了 赶快把他送到医院计程室 那当然一照CT 他左边的大脑有个小初血 这么年纪轻 就并发初血 已经中风 那后来一帮他量血 血压是220 你看这个男大生 居然把这个吃到这种程度 他自己从来不知道 那他的父母亲到医院 也是但很紧张 怎么会这个样子 他们觉得说只是发胖而已 怎么会变心血管 西面中风 那当然这个男大生 后来透过饮食的胃教 积极的复健 后来慢慢就恢复正常 我们外面美食 如何健康的 把这个外食组的 饮食概念带进去 其实你记得 第一个就是抗氧化 我们常讲抗氧化东西 你进去 你身体很多吃坏的食物 的自由机会消除很多 譬如说你任何的蔬果 对不对 红橙黄绿 这个蓝紫色白色 你从番茄 红萝卜 什么小黄瓜 红葱菜 或者说洋葱 这些菇类 你尽量把所谓的 这些很有抗氧化的蔬菜 一定要加进去 我们一直常常讲 你把这些蔬菜 加进去之后 它的纤维绝对会阻止 你吃很多美食 带来油脂的负担 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第二个来讲 偶尔用很好的一些 很好的这个沙拉当午餐 当然一定要配点 这个所谓肉 那我建议大家 这个所谓沙拉来讲 要好的酱 譬如说用橄榄油 醋等等 那上成蔬菜铺叠 然后底下用一些好的 比如说我们白肉 鸡胸肉 虾子 这一类的沙拉当午餐 我觉得有的时候 会也降低很多 过多油脂的吸收 再来喝饮料是很大的问题 我常鼓励大家多喝水 喝水是绝对不用怀疑 那12000cc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 喝点什么饮料 就是建议 譬如说喝咖啡 少加糖 茶啦 无糖的 或是偶尔一点豆浆 或是牛奶 但是如果说你用 什么加糖 微糖 半糖 加哪一大堆弄下去 往往说加个珍珠 一杯饮料里面 常常就是30颗方糖的量 你可能想不到 很可怕的事情 如果外食猪 用这种方式来吃的话 我相信 不会像刚刚发生 我刚讲 南大甚至中国难挑 还是给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问一下宋医师 老一辈的人 常常这个教导 我们这种后一辈说 女孩子如果要避免 子宫肌瘤的话 要少吃一些发物 像油炸类都是发物 那这个是真的吗 现在算是少子化 可是其实很多人 都在积极的备孕 那其实刚才主持人 林冠姐讲说 要少吃一些发物 其实我最近遇到 比较多的是 反倒是先生准备备孕的时候 吃了很多海鲜 就像刚刚邱医师讲的 结果先生去吃海鲜 因为要准备受孕 金虫要好 心比较多 结果没想到太太 就跟着在旁边吃了很多 像夜食可能买到炸鸡 或者是蟹黄 蟹膏 反正先生吃他也跟着吃 结果那个病人 其实来的时候 他是为了做检查 想说怎么结婚了半年 都还没烧没洗 就来检查的时候 发现好多鸡瘤 小小颗的都很小颗 特别有一颗还挡在 那个输软管的前面 那我们就会去问他说 那你在这一阵子 因为他说他自己孕前 做叉坡都没事 而且都那么小颗 一定大概就是 这一阵子发出来的 我们就问他 就他就说 对因为他先生就是吃了 那些浮夸海鲜 东想说想要能够怀孕 结果他也就跟着一起吃 结果没想到这些鸡瘤就跑出来 那所以就像刚刚刘医师讲的 其实我们在 在准备这些受孕的时候 如果要吃到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要同步进行一些 保护的动作 譬如说食之科花的 像花椰菜 维他命D等等 特别如果你的家人 你的妈妈又有子宫肌瘤的 这种病家族史的话 其实你很可能会被这些食物 所诱发就要非常小心 那问一下田医师 这个夜市或者外食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开放中的环境 事实上可能会隐藏着 很多健康的隐忧 对 像有一次就有一个 60岁的女生 她来到急诊 那她其实是一直咳 大概咳了超过三个月以上 而且还有体重减轻的问题 那那天会直接来到急诊 是因为她在用力咳的时候 就咳出了一滩血 在那个卫生纸上面 她把那一滩卫生纸的血 带来给我看 她自己是非常慌张的 那来到急诊的时候 又有一点点轻微的发烧 人看起来很憔悴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先帮她抽血 我们假设她是肺炎 就照X光真的看到有肺炎的情形 但是她右边那一片的肺炎 里面好像又有一个很实质的东西 然后右下肺又有积水 所以那时候就把她先打上抗生素 先当肺炎治疗 就住院治疗之后 那个肺炎慢慢清掉了 但是那个实质的东西越来越明显 所以后来就做了电脑断层 发现居然是肺癌 那时候就要去查她的危险因子 她不抽烟 也没有什么特殊不好的不良饮食习惯 但是她过去几十年来工作 就是在夜市摆摊 她虽然她是卖面的 但是旁边那些油炸烟 都会一个方向这样子进出 所以她长期在吸那些东西 而且大家吃完了 一定到那个入口那边抽烟 那个烟还是会带进去 所以她一直都是在这样的环境 那她还有另外一个摆摊的位置的话 是密闭式空间了 那个更糟糕 对 所以她就是一直长期 曝露在这样的危险因子之下 得到了肺癌 那接下来我们温师傅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厉害的五行蔬菜麻油鸡 是的 好 那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姜 煮麻油鸡的姜要用这个老姜 好 那我们这个健康版的话 先把这个锅子稍微加热一下 然后把这个姜片 对 把姜片稍微加热一下 这样的这个手法可以帮助我们 待会这个黑麻油再下去炒的过程里面 它的这个温度不会那么高 然后可以把这个健康的这个 黑麻油里面的营养成分把它留下来 好 那我们温师傅今天的麻油鸡 这个是烘烂鸡吗 对 半土鸡腿 好 然后这个把它切块 对 那今天有五行的搭配 那这个白色的是杏鲍菇 是的 还有玉米 那还有这个红喜菇 还有黑木耳 还有这个是枸杞 还有我们的高丽菜 高丽菜 青翅黄白黑五行的 真的耶 所以这里头有很多带有甜度的蔬菜的搭配 像玉米 高丽菜跟这个枸杞 对 这个煮进去那个甜度都会释放出来 是 而且蔬菜的甜味在这边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这个鸡肉增加它的鲜味 然后我们这个就不用再加味精了 就很健康的 好 这样稍微煸一下 那个让姜有一点水分挥发之后 好 然后我们现在加这个麻油下 好香 麻油香出来了 对 好 下来煸一下 那这个煸的过程里面 最好是煸到那个姜的水分稍微挥发 有点卷曲 那煸好了这一个姜片之后 我们鸡肉就可以下来炒 是的 好 把鸡肉先来炒一下 通常这个鸡肉挑带骨的 鸡腿的花鸡的部位最适合 对 现在一般我们用这个防土鸡 因为台湾人对这个防土鸡的口感 是比较喜爱的 然后这个有点Q弹又不会太硬 好 这边我们现在把这个米酒加下 好 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用一半米酒一半水 那这个甜度的话 酒味也不会太重 这边我们在煮的时候 尽量不要让它着火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把酒加下之后 我们先加点水 好 因为你这个麻油鸡 假设煮着火的话 这个 比较燥热一点 火的话会烧在油上面 所以那个麻油的 这个就会有一点油耗味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比较耐煮的玉米这些都加下 玉米 杏鸡菇 还有木耳 好 玉米 杏鸡菇 黑木耳 都可以下去 那今天还有准备红喜菇 其实菇跟这一类的这个料理 都很百搭 是的 好 那我们就给它稍微煮一下这样 然后果起 好 那我们稍煮它的同时 请教一下宋医师 这个很多女生 外食族群很多 那这些毒素都吃到身体里头 事实上肝脏是最重要的解毒器官 那没有顾好肝的话 也有可能影响到女生的妇科 对 没错 因为其实肝会带我们代谢我们的雌激素 那我们都知道雌激素过高的话 可能会产生所谓的子宫肌瘤 或者是子宫不正常的初血 那其实我印象深刻之前 我在还在医院的时候 有一次有个病人来会诊 那他全身就是有个特别的味道 然后呢 脸黄黄的 然后肚子大大的 那来就一看就知道一定是有肝硬化 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肝硬化 结果后来就发现他的病例啊 就是酒精型的肝硬化 就是因为喝酒喝的比较多 那慢慢他肝脏就不行了 然后他来主要是因为除血 那我们就扫超音波 就发现他内膜就是很厚 而且他血小板又很低 所以他就一直不断不断的在除血 那我们这种就很难处理 因为他变成他拧血功能很差 我们要做手术也很难做手术 那当然后来就经过矫正之后 才就是把它弄好 那我们有我就去问病人说 看起来那么好 怎么喝酒喝那么多 他说其实他觉得是职业病 他之前以前在夜市 就是在夜市里面上班 然后要跟人家搏感情 所以就变成他要一直喝一直喝 然后喝到有一阵子开始 就变成发现有肝硬化 脂肪肝肝硬化 然后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女生对于喝酒的部分 真的还是要小心 就是对于 因为肝脏真的是一个 蛮重要的器官 会牵扯到很多女生 雌激素上面的一些变化 这个邱医师要提醒观众朋友 要补充蔬菜水果的话 最好是吃原食物 那夜市里头还有一种饮料摊 他每天帮你榨那个果汁 榨得非常新鲜 但是喝果汁跟吃水果 还是有差异的 去夜市最棒的风景 其实是很多摆出来的水果 他们都摆得非常漂亮 然后大量的水果做一个装饰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我只要买一杯果汁 都已经可以摄取到所有的 ABCD全部都可以了 然后但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就是 他其实在榨果汁的同时 是有添加多少的额外添加物 其实我们在一般喝果汁的时候 我们有做一个研究 如果同样喝一杯 类似一个易开罐饮料的一个大小的 含糖饮料 跟一杯一杯纯果汁 其实长久的累积下来发现说 产生心血管疾病跟死亡率 甚至是两倍 我说的两倍是这边的两倍 原果汁的其实是两倍以上 其实是非常惊人的一个研究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原果汁 纯粹的果汁 它里面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糖分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吃饮食的时候 最忌讳的就是糖的波动 血糖的波动 胰岛素的波动是最危险的 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波动减少 那就是减缓 它的吸收速度 所以刚才刘医师讲的非常好 膳食纤维的摄取 可以有效的延缓血糖的一个波动 因为它包括会让我们吸收会变慢 所以我们在饮食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我们会常常会被很多东西给骗 尤其是所谓的名称 这个是我们大家最爱的 我们现在很多的入口网站 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 直接下单马上送到你家的 这个就特别危险的 有一个东西叫做多多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这是大家一个饮料的排行榜 所以我们在点的时候 全糖 无糖 微糖 半糖 甚至说没有我多加一点冰块 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可以考考大家 我们在最常见的就是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全糖跟完全无糖 真的完全无糖吗 其实全糖它的卡路里 大概是700多大卡 但是无糖 完全无糖是500多 它中间其实只差了200而已 所以我们很容易 会被它的名称所骗了 觉得说 没关系 我一切都是无糖的 但是忘了它本身的原型食物 就已经是含有很高的糖分 所以我们在 其实珍珠也一定有糖分 因为珍珠是这个糖浆 就是乳污味 所以我们在尤其珍珠的使用 像夜市摆摊 它那么为了要成本的降低 所以它常常会使用一些添加物 所以这个光是添加物的本身 就已经含有一定程度的热量在 所以我们常常 绿茶会被它旁边的布丁 或是它珍珠或是多多所骗了 这个部分其实是它热量来源 珍珠奶茶最重要的就是它那个珍珠的部分 当然如果能够把奶精粉换成鲜奶茶 相对于来讲的话 对心血管疾病可以稍微控制 然后发酵乳 大家会觉得说乳酸菌对身体很好 但是市面上乳酸菌有这么多的种类 以及它的成分还有它的价格都不一样 所以一分钱一分货 可以想见它添加的东西 可能是会有一些问题 针对于它的对肠道的营养 是不是真的有它的帮助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要很小心的 纯果汁 包括说柳橙的纯果汁 或是所谓凤梨跟西瓜 这些原型食物本来它的糖分就相对于高 然后它的纤维含量相对于少的状况之下 我们在品尝的同时 大家也要评估一下 多加一点点冰块或是稍微让它稀释一点 慢慢的饮用 这或许是一个调配的方式 好 那同时我们温师傅这一锅 这个健康版的麻油鸡 这个最后也放了高丽菜 那其实所有的食材让它煮入味就好了 是 煮熟成 然后最后我们用一点这个油膏 现在调味就可以了 因为油膏有咸 有干味 然后有一点甜味 这样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我们刚刚看温师傅里面说五行蔬菜 它很厉害 这个五颜六色全部讲出来了 那里面把所有纤维带进去 我一样看就觉得这个有亮点 它里面吃起来有清香 有它的纤维质够 而且有甘甜的味道 蔬菜的甘甜全部融进去 我们又吃到这个麻油的香味 真的很棒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这道做法 吃的话绝对不会有增加负担的感觉 那我们讲说有时候我们长期吃一些 如果蔬菜吃的少的话 其实你以为罹患一种癌症 然后治疗完就没事吗 我们最怕一个叫double cancer 就得罹患两种癌症 我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 这个男生大概五十岁 那他在这个大概四十五岁的时候 他一次因为排尿困难 有血尿 后来到密疗科医师那边检查 就后来发现这个罹患 社会线癌 社会线癌一般我们在治疗 大家讲他就是用所谓的手术 反正之后配合一个荷酶疗法 OK稳定了 稳定之后他的所谓社会线癌指数 PS都非常稳定 可是问题是他后来过了三年之后 有一次他开始很重视健康 所以他吃很多的蔬菜 开始肉的尽量少吃 因为他以前是无肉不患一个人 然后后来开始 他就很重视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 那后来这个罹患社会线癌之后 三年之后 他也是去做健康检查 他的血红素 我们一般来讲男生大概都十三十四以上 他掉到十点五 那十点五的时候 那当然那个体检科的医生跟他讲 不对哦 你这个做抽血看起来是怪怪的 你那个 他说我以前得过社会线癌 他开始紧张了 可是在做社会线癌 那个指数又正常 那医生跟他讲说 你要不考虑其他的问题 建议他先做个大肠镜 那他说他在一年前做分辨前血解答 是没问题 OK那他就做大肠镜 做大肠镜之后 就发现左边的降血肠一个肿瘤 后来切片 第二癌症 大肠 大肠癌 就他很不能接受 他说 我已经 离化癌症之后 我尽量这个饮食修正了 我为什么还又得到第二癌症 那我要讲一个重点是 因为他过去真的无落不欢 吃很大量的肉 很少吃蔬菜 有的时候你离化第一个癌症之后 你开始纠正了 然后呢 可是你有些其他地方细胞 你开始突变了 这个可能要两年三 又另外一个癌症出来 那当然我们讲说 逛所谓夜市吃小吃 我们还是有些小小技巧 跟大家提供一下 比如说 我们既然就是热量 差不多低一点的先吃 比如说 你一个面条来讲 我们常讲干拌面的热量 其实干拌的酱料非常多 往比一个汤面来讲 热量还高 那比如说 我们讲低热量 烹调小吃 先选蒸或烫煮的方式 随便一个玉米来讲 假设它是个水煮玉米 大概是100大卡 可是我们外面涂酱料 上下涂完之后 会增加到80到90大卡 一样的蒸煮方式 它所煮的热量不太一样了 另外两个沟签类 我们讲什么羹 什么东西 尽量烫不要喝太多 浅尝鸡子就可以了 那还有最后讲 高油脂 高热量的东西 留到最后 你不要说一去 开始先炸鸡 来杯珍珠奶茶 那整个破功 你可能吃完汤面 或是吃个水煮玉米 好啦 大家买一个小块的炸鸡 你吃个羊口 也满足到了 这样热量也吃到 最后就不是那么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 吃小吃的小技巧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还是控制不住了 还是多注意一下 真的 而且第一次要提醒大家 重口味也会影响健康 对 像有一天 有一个55岁男生 他说胸痛 那我们急诊最会处理胸痛 胸痛就是要先排除 心肌梗色 其他的再说 所以我们帮他做了 抽血 心电图 都没有问题 但是X光看起来怪怪的 而且他说他有抽烟 抽烟就是心血管的危险因子 所以那时候就看到他X光 他整个胸部的中间 变得很宽 那这块很宽 我们担心是大血管的问题 因为你跟我们讲胸痛 我们都找心血管方向 那时候我们就想 那就叫他不要吃东西 我们做了电脑断层 就做了电脑断层 就发现 哇 血管没有问题 心脏没有问题 我们居然可以在电脑断层里面 看到食道 电脑断层在看食道是很难看出来 因为食道小小薄薄扁扁的 对 可是它的中间的食道 它整个变厚 而且看起来就是有长东西 而且旁边有淋巴结 都种起来了 我那时候再回去就问他了 你的胸痛跟吃东西有没有关系 然后他就说有有有 而且我最近变瘦 他说我只要喝流脂就很好吞 但是我吃稍微硬一点东西 就卡卡的 那就跟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食道中间 那个是有关系的 所以赶快请肠胃科医师 做了一个胃镜 去帮他做了一个切片 就切片我们在电脑上 看到那个肿瘤是 磷状上皮癌 食道癌其实分成两种 一种是腺癌 一种是磷状上皮癌 这还有分区域喔 腺癌就是很有钱的国家 比较容易有的 磷状上皮癌是开发中的国家 那腺癌的病人通常都是比较胖 胃食道逆流 那这是比较常见的食道癌 那另外这种开发中国家 会有的这个磷状上皮癌的话 是跟饮食非常有关系 所以那时候就到回来问他了 他烟酒冰都有 而且他非常的喜欢吃夜市的重口味之外呢 他很喜欢在吃夜市的时候喝热的最热的汤 他从早上就是热茶热汤 然后而且在热汤的时候还要再配酒 所以全部都是会增加那个食道癌的机会这样 那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怕食道癌 而且最近有一些名人会因为食道癌过世 可是其实这个病人55岁这么年轻 他的症状其实全部都有 胸痛 喉咙卡卡的 体重减轻 吞咽会困难 而且会觉得好像有梗塞的感觉 而且还有这些病人会一直想要咳嗽 轻痰 他都有 只是这样子的症状又不是很典型 说这个一定就是食道癌 所以他就错过了最早期的时候 可以做诊断治疗这样子 那问一下宋医师 有些女孩子如果这个小腹越来越大 也要特别注意 对 其实刚刚我们吃麻油机 我就想起有两个很有趣跟麻油机 跟小腹有关系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是一个25岁的女性 然后她主述来就是 月经已经走了 结果又出血 然后所以我们就上去超音波看 然后她说她出血 她就在超音波台词上问我说 是不是出血跟她去夜市吃麻油机有关 我说我们可能吧 然后我们一躺上去就发现 她肚子里面有个10公分的水流 所以其实躺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她小腹就是鼓起来的 然后我们说你不会觉得 你肚子都鼓鼓的吗 她说有 她有感觉 就是四肢瘦瘦的 可是肚子就是鼓的 所以本来以为自己变胖 对对对 她觉得 其实可能是小腹肚子比较凸 那这次出血 她可能就觉得是因为吃了这种麻油机 比较活血的东西 然后才出血 那刚好来检查 结果发现是肿瘤后来被转去开刀 倒是你没什么事 那另外一个更有趣的是 就是说 她说她去夜市吃了麻油机 就有肚子痛来 下腹痛 然后想说是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也是请她去 超音波台词上一趟 结果超音波扫下去一个 六个月的宝宝 在跟我们挥手 她不知道自己怀孕 对 然后 而且她是因为吃了麻油机 就是子宫有点瘦疏 然后就肚子痛然后来 然后说那都六个月了 六个月自己痛了 她说她觉得只是肠胃蠕动而已 然后因为她比较胖胖的 所以就是肚子感觉也还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正常的初血 或者是肚子有鼓起来 真的还是要来找妇产科医师 确认一下 真的 而且邱医师要提醒大家 夜市里头比方说吃一些冰品 剉冰甜品 难免吃到一些藕泥 昏泥什么的 那这一类也要小心 这也是一个我一个从小吃到她大的一个 叫很有名的 她是一个粉圆阿伯 那从以前看到她的时候 她都是瘦瘦的 然后很有精神 但是最近看到她的时候 整个人肿了一大圈 不仅是肿 她整个人脸是黑色的 然后她的脚是整个是肿的 那肿就是一个不正常的 后来我们一问才发现说 因为最近是这几年网购很盛行 她因为之前生意太好了 所以她的子女们就希望帮她拓展生意 然后就在开始在网路上贩卖她所自己制的一些藕鱼的东西 因为冰品没有办法运送 但是藕鱼可以 所以他们就开始 为了要让藕鱼的运送的时间比较长 保存的比较好 就开始默默的加了一些添加剂 但是粉圆阿伯她就是一个亲力亲为的 所以她必须自己会尝试她自己所做的东西 以前她都使用天然的淀粉 所以她的藕鱼就是当天就是做 当天就消化掉 但是后来这几年发现说 她慢慢加了一些东西进去之后 那些东西自于哪里来的 都是子女们帮她从网路上买的 或是从一些化工厂买来的 这时候发现她的生意当然是越来越好 可是她的身体就越来越差 后来发现这些她添加的东西 因为为了降低成本 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卫福部的食品 卫生署里面是不被允许 可以再加入我们的所谓的食品里面添加物的 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叫顺丁锡二酸肝 顺丁锡二酸肝 育水之后会变顺丁锡二酸 它的好处就是你想Q想弹 然后想滑想甜什么都可以 可以无限的保存 然后它不会有裂掉啊 产生的OE就是很漂亮 再怎么放都不会有风干的状态 所以它导致说 它可以变成一个很完整 几乎是一个防腐剂的一个状态 但是对于我们的肾脏 虽然说我们有研究显示说 它对于动物的肾脏 或许有些障害 对人体还没有一个paper出来 但是在长期累积下来 根据我们就一顾林家朗医师的讲法是说 这些的确对肾脏是有伤害性的 所以这位阿伯他其实 他后来的肾脏检查 在短短几年之间 从完全正常演变到 直接要做一个洗肾的清醒 协议透析被子 所以可见是 这些一些额外的添加物 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一点一点的累积 是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 夜市里面的小吃 都是一口一口一点一点的 但是要请大家小心 它的量 它的累积 还有就是你搭配其他的 蔬果饮食的时候 都要特别小心 好 谢谢邱医师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师傅跟座爸 也都会投在年代 Match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同时我们的影片 还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 扫描QR后直接按订阅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主持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